所以说看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到表面 因为隐藏在人内心的那些东西才是最真实的 就好比有些人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自信坚强 其实内心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群 而且没有任何担当 那么十二生肖中都有哪些人内心极度脆弱呢?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吧 属牛 非常好面子属牛的人之所以内心 极度自卑就是因为他们特别好面子 表面上看他们风风光光的 其实背地的沧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属牛的人从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苦楚 每次都是打肿脸充胖子 时间久了 那么属牛的人也就变得负债累累了 可他们依旧装模作样 以为自己很优秀 属兔 内心自卑 属兔的人本身内心就是非常自卑的 他们有的时候非常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 其实他们这样的想法并非是错误的 因为属兔的人在某些表现上 的确并不是太过于优秀 所以说属兔的人就会在这样的阴影里不断的责备自己 变得越来越差劲 属蛇 看不起自己 属蛇的人总是看不起自己 他们总觉得自己是非常差劲的 就好比这件事情明明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在属蛇的人的眼里它还是存在瑕疵的 有的时候属蛇的人看起来真相是自作自受 因为他们总是善于自己否定自己 所以说大部分时间下属蛇的人总是会蔑视自己 属猪 认为自己窝囊 属猪的人生下来就觉得自己很窝囊 做事窝囊 活着窝囊 有的时候属猪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死了才会更开心 这完全是出自于自我否定 而且属猪的人的确觉得自己并不是很优秀 所以有的时候大可以看见属猪的人完全属于自责的模样 无法自拔 在这里 我急而言 我在总和专家 我急而言 这样 我意见到 我卖 должно dein 归 いただ напис 左 细 ull